2022年新年开红盘 台股攻上万八之后不停的刷新记录 半导体更是领军台股持续的上攻 台股现在位在高档 而外资归对之后 应该要如何选股 才能够替自己大赚年终红包呢 前黄世民分析师要教你 买对红包股 加薪靠自己 年前就赚宝 请锁定今天的股市的炒店 股市的炒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师伟 2022年第一集的股市的炒店 邀请到大家喝饼 我们要来欢迎黄世民分析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老师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大家都快乐 老师听说你新年的时候 跨年夜在做默默的台积电 是不是 所以台积电今天大涨特涨啊 对不对 我问到台积电涨停板 结果没有 我今天好失望 台积电曾经涨停板过吗 有很少 好 老师那我们希望台积电看 有没有可能像外资所涨的 高盛很厉害哦 再过完年回来开第一枪 把台积电的目标价调到了1035元 大家去年都说外资的报告看看就好啦 老师你觉得咧 听听就好 因为你看上一次连电不是喊100吗 结果他们开始大卖 但是今天台积电他们喊1000 他们是买进的 他们是买进的 好啦这次心口有合一啦 嘴巴说的跟身体做的是有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的部分 今天台股就是台积电 经济独立 让我们的圆圆就开出了红牌 但是大盘涨贵买跌 这该怎么办呢 涨大跌小别担心 黄世民分析师来告诉你 另外呢 接下来我们要告诉你的是 请赶快卡位金赚股了 因为我们没有在长荣工作 我们连终只能够自己赚 谁帮你赚 黄世民分析师帮你赚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今天台股的部分 今天台股呢 在一开盘的时候呢 就随即冲上了历史的新高点 来到了18379店 其中呢台积电是大涨的 台积电今天大涨了16元 而但是呢 随后啊 在航运股今天呢表现不佳 以及金融股呢 也涌现卖压的情形之下 传产表现都不好 甚至整个电子股当中呢 我们可以说很独强的 就只有台积电 所以今天呢 最终啊 大盘只上涨了51点 涨幅是0.2% 但是盘中创了历史新高价 收盘价也是历史新高价哦 来到了18270点 历史的新高点 而另外成交量呢 则是大幅增加到了3251亿 好开心 终于看到三字头了 好 另外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 大盘涨贵买跌 今天算不算到鸡盘啊 因为中小型股呢 今天是跌的 跌幅呢 是0.91% 开高走低 成交量 则是只有880亿 好看到这边呢 要警战一下老师了 老师我们看到大盘的部分呢 今天呢 收盘跟盘中 都创下历史的新高点 但台积电今天涨了16元 我们如果以1元算8点来算的话呢 他大约是涨了8648 128点左右 可是老师台股今天总共也才涨51点 所以128减掉51 我们还倒赔耶 这怎么一回事到底今天台股怎么了 今天很多人是赚指数赔股价 这是很难过 但是不用那么难过 因为整个来讲 这个多头市场不会这么样简单就结束了 因为所谓的这个多头啊 不严顶 空头不摸顶 那既然是如此 告诉我们18379 应该不是最高点 这个是可以这么讲 还会再涨吗 虽然留下了109点的这个上影线 那最主要是整个类股轮动上出现了一个 比较微妙的就是结构性比较失衡嘛 因为今天你只有涨台积电带领的部分的电子股 像MOSPEX消息面 或者是游戏股或者是被动元件的补涨 那这样子的话 只有涨电子股独涨嘛 台积电带动的关系嘛 那可是传场股里面大概都跌 尤其是航运类股跌得最凶 三传全部都翻传了 三传 阳明 长荣跟万海 幸好他们有点到40个月的年终 然后再来呢就是金融股应该本益比最低的嘛 今天也表现出来是跌势嘛 也就是告诉我们什么 因为外资在这里 他表示他切入的资金有限 他不会潜力的买 合理说啊 他今天是买超 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撑住所有的类股 他只能撑住一个类股 就是电子股 所以很明显电子股是主流嘛 那主流中的半导体就是主流 只如是得半导体折天下 那这种情况是很正常 所以老师这算不算有点资金排挤的效应 因为我也买不了所有的股票 那我今天买了台积电 我拉了台积电 撑了电子股 其他资金 好像就不会到其他类股 这个也是因应台积电在1月13号 要举办这个华硕会 那因为卡在哪里 因为我们未来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农历的年价 这个年价特别长 春价很长嘛 11天嘛 是 那你这样子的话 外资在信心上 他只对台积电有信心 原因是好卖好进好出嘛 你买小型股真的是很难进出嘛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是 涨大跌小 涨的是这个上市的部分 上贵缓和小 为什么 上贵很明显 是有人在偷跑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投信有人在偷跑 所以我们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 老师真的 投信函今天站内已经是连续卖超三天 然后今天贵买指数 其实那个黑开也不小 跌幅来到了0.91% 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 已经有人在偷偷调节了嘛 对 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 一般我的经验来讲 上市的话 我们要先看上贵 上贵假如左落的话 就要小心一点 所以今天的上贵已经左落第一天 明天不能再左落 这个是大家关盘的重点 你假如再左落的话 那么表示中小型股在退场 那你只有拉台积电 每天可以拉台积电吗 也不可能嘛 对不对 台积电 今天外资 今天总共台积电的成交值 来到400多亿 很多 外资买了多少 外资今天买了3万多张 3万多张 要去换算一下 那你看他就买了200亿了 老师你给我谁糖考 我下到信号我有看 对 你看他就买了200亿了 对 一半是他买的 台积电一半是他买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外资就是这样子 台积电是他的控盘工具 你知道他一年以来卖台积电 卖多少今天只是小买3万多张而已 你知道他卖台积电卖多少 卖很多 让台积电你今天好高兴台积电起乎要创新高 可是你一年以来看到台积电是指数涨了多少 从8500多涨到这边差不多1万点了 快接近了 台积电几乎没有涨 没有什么涨 对 所以你看今天台积电涨 你很高兴 其实你也不用太高兴 这些人也很可怜 买台积电的人也是被凹了很久 老师那这样子好了 我看台积电去年2021年嘛 从年初喇叭抠到年底也是喇叭抠 他真的没有赚到太多 那这样子的话贵买的部分 或中小型股的部分 或年底之前 老师有没有给我们一些选股的策略跟法则 可以在年中之前我们好好赚一个红包 现在卡带就是因为有长假的问题嘛 所以这里我们只能说强短 赚红包 用强短的心态去做股票 那至于说长线的股票 当然要等到过完年以后 因为这个休假时间真的是很长 所以我们将来会面对到 1月21号以后 开始丙种资金的退场 还有这个因为农资的利息的问题 所以到那边这里要 就大家比较会缩手 所以你现在假如说 子股比较多的人 你一定要控制好你的子股 不要买的太多太杂 这样子你讲想看 你就剩下差不多20几 差不多18天可以 再把你的子股再做调整 那你假如涨当然很好 他假如不涨你怎么办 你不能总是满手套牢的股票 尤其是我看到投资人 很多人都报二三十档股票 那你想想看你过年 你能报那么多吗 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 未来的方向 OK那有哪一些的个股要特别留意吗 哪些族群 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半导体是OK的 那事实上半导体是以第三代半导体是绝对OK的 好 那个未来的需要量都很大 所以我们当然有一些消息里面会影响到短期短线的这个仗跌都会 这是我们每天要注意的这个功课 OK好 所以呢请大家在年底之前集中持股 而且呢以短不以长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第三代半导体可以让大家多做一些参考 接下来看到三大法人的部分呢 今天三大法人呢 合计是买超了165亿 外资大幅的买超155亿 函过年前到现在呢 外资总共已经9天买超了1000亿了 而投信呢 则是连续第三天的卖超 卖超了1亿 来看到呢 外资买些什么 外资今天买超第一名就是台积电 买超了32537张 另外呢 红达电以及金像电 还有镜藤跟飞红 卖超则是卖了华航 连电哭哭 开发金还有华邦电以及长荣行 另外来看到的是呢 投信买超了 友达群创顺德台积电 以及仁宝 投信也买了台积电 卖超则是几乎卖超全传产股 阳明长荣中钢中信金 以及华航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接下来老师要来告诉我们今天主题了 卡位金赚股年中自己赚 等会请跟紧黄世明分析师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哪些股票会涨 哪些股票会跌 独家标股在哪里 股市热炒店告诉你 与其羡慕阳明长荣望海的员工 还不如自己来赚年中红包 来看到今天的主题要来告诉大家了 卡位金赚股年中自己赚 有请我们的台股标哥 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明分析师老师 主持人好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老师发年中了 赶快来告诉我们怎么赚 其实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用短线的心态来做短线 先赚红包再讲 长线的话我个人认为说 股票要涨到长线恐怕也不太容易 黑市结婚基金该买房基金 慢慢要出 对的因为指数已经涨了那么多了 对啊 对 你要讲长线 有些个股都涨了几倍的都有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 整个节目的重心是在卡位金赚股 好的 用短线的心态来讲这个股票 那老师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这个很夯的产业叫做 半导体产业老师 我们看到半导体这个产业 2022年还是直系会再创新高 就是今年嘛 去年2021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美国股市 汇程半导体涨最多 涨20几% 对 那么也符合了半导体 在2020年高度成长25.6% 那估计今年2022年 一样的会成长 只是股度可能没有去年 涨那么多 但是就某尔定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假如联系18个月到24个月的话 这个半导体整个来讲 这个晶片可以 这个效用可以增加四成 产量更加增加一倍 那最主要是这样 5G电动车 还有物联网这些 来带动这个晶元代工 变成会供不应求 大家通通都需要晶片 量太大 5G然后物联网 电动车通通都需要 是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婚礼严件 类比IC这些都是会成长 那么既然有成长的话 表示说今年的行情 第一天就可能看到半导体 这个产业 这个可以说花洋光大了 那么联电也提出了 这个它这个提升的售价 有提升的空间会涨价 那么利基电 这个黄先生也在讲 他也有涨价的味道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小的都在这样叫涨价 大的我看也会涨价 所以今天台积电表现得不错 也是这个道理 是的 那所以呢 因此呢 老师来帮我们统整出来 老师看好的 年前抢红包的股票 有哪一些了 这当然其中呢 有刚刚老师所讲到的一些半导体的 相关的一些个股 比如说像是联发科 中美金 台亚 富鼎 以及国硕 ASKY跟富邦金 还有Oh my God 我眼睛首先就看到了 前身叫光磊 现在叫台亚的个股 因为它就已经涨很多了 我们赶快来看到下一张的部分 首先现在看到的是联发科 好 发科今天比较委屈一点点 今天是先涨后跌 但是联发科呢 老师您怎么看呢 联发科基本上 它这个长线还是可以看到 长线还是看好了 虽然今天跌破了五日线 但是夜线应该会守得很好 联发科这一波涨的涨势非常的不错 从839块一路的涨上来 可见了它的业绩跟这个是有符合的 所以联发科基本上 炎宇宙它都有沾到边 所以说我们看到5G它也沾到边 所以说我们看到联发科 在这个整个布局上 我认为说2020也是不会缺席的 那剩下的这个未来的岁月里面 我想这个是指标股是可以确立的 虽然今天下跌 我今天来讲这些下跌的 不是用最高的方式 可能你比较会接受 好 所以拉回早买点对不对老师 对拉回早买点 好联发科呢 大家很期待它的这个晶片的部分 下一档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美金 老师这就是你讲的第三代半导体啦 对 细晶元 中美金它手握有的它的子宫是很多嘛 包括最主要是环球金 环球金明年的产量double 那为什么我不讲环球金 因为价格比较高嘛 那中美金的价位比较势重 那个环球金逼近1000块啦 对 那中美金现在是231块5 今天又拉回嘛 最高创高的是249嘛 像这种中型的股票 它假如说营收的话 它是要靠 当然是靠这个环球金啦 来这些第三代半导体来带动 所以我认为第三代半导体里面的 首显就是中美金5483 而且中美金集团真的很大 像大家看到除了环球金之外 还有二极体的彭城 红杰克跟赵达 这些呢都是中美金集团的 挹注它的营收啊 可见得它在第三代半导体的布局 非常的深沿 我想在2022年的话 它应该会效用显现出来 好 下一支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台亚了 台亚的前身呢叫做光磊 在和正式改名的前个星期五 我记得呢 它是涨停版的 后来呢正式改名之后呢 也是涨了几天 但是最近这几天似乎稍微有点休息 老师你怎么看待台亚呢 有日亚化入股的台亚 也是要专注在第三代半导体 对 本来台亚是做LED嘛 所以你看它LED就是30块附近 盘了那么久 然后因为这个日亚化 把整个工资几乎吃下来了 当董事长嘛 所以它在改造 改造你也知道 这个日本的技术非常的高超 所以它切入了这个第三代半导体 半导体GAN 所以它做的尤其是感测原件 感测原件未来在这个汽车的感应那种 会响有没有 那种感测原件 很重要 因为将来的汽车会自动驾驶 所以这些带动台亚 它敢切入半导体的原因在这里 也带动它股价的这个调整 它由LED变成半导体 这个就是它涨多了拉回 拉回以后 虽然涨了一波两波三波四波五波了 五波整理完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OK好 这是台亚的部分跟大家来做分享 下一档呢我们要来看到是富顶 MOSB 今天呢涨超多的7.89% 终于轮到它了老师 其实MOSB老早就在喊 要涨价涨价 这件事是真的涨价了 而且最主要它的产能 已经大概2022年 今年大概都全部被包掉了 因为它这个IDN IDN的厂已经表示出来了 他们都下单40周 下单40周 40周啊 对啊 所以它这个Delay的效用是存在的 Delay这个订单Delay 然后这个涨价的效用 今天拉出一根长红是近期以来一根长红 而且不是只有它 包括了其他的 包括这个像这个 另外极胆股票的都表现得实际上不错了 像杰利啊 这些股票 还有尼克森也都是不错的 但是他们都比较流长上一线 那户顶是基本上 它还有车用这一方面也表现得不错 所以我们今天把户顶提出来谈 原因在这里 好 老师还看好MOSB未来的走向吗 MOSB不是整体都OK 当然你假如像高价的话 我们不敢讲 但是这个户顶是中低价位 属于中价位了 是 刚刚好 好 那你太低的话 尼克森基本上他的 没有像户顶怎么样的一个 就现行来讲 他户顶是比较漂亮的 好 下一档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 国家队之一的国售 我们来看到的是太阳能 我想太阳能讲国售 因为国售也泪入了 这个鸿海集团里面 他的产能也在提升 这个也是在脱胎换国 那么涨了一波以后 休息了十几天 最主要他被关紧币 那等到关紧币完以后 一月五号以后 他就有机会再做表现了 所以说我们看这档股票涨那么多 他跌不下去 而且老师他这几天 成交量很小 因为被处置嘛 对不对 但他股价也没跌很多 因为阻力没有跑掉 就是滑人没有跑掉 这是好消息 也不是说好消息 就是我们在观念上说 这几天不是每天都涨吗 大盘吗 他没有涨啊 那有一个补障效用 而且补障这么凶 从22块半直接供到37块半 涨15块 他涨15块回跌 35块破了马上就上来 破了马上就上来 现在在34块多嘛 是 破了马上又会上来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这个筹码面 是有占筹码面的优势 OK好 下一档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AESKY 哇老师今天AESKY盘中大涨了 创下历史新高点 来到了1990块 他快逼近2000块了 AESKY 我们想这个KY 我本来就比较筹码面 比较占优势 他是这个电池里面 算是比较强的最强的 电池大部分都拉回了 但是他就没有拉回 也仔细在创新高 而且他是一阶梯一阶梯的涨上去 他不是说用像直升机 或者是像这个灰箭火箭 要直冲上去 不是 他是一个阶梯上去 上来整理在一个阶梯 所以这种股票是比较长远 也就是表示说 主力他在坐驾的部分 他是在长远的眼光去看这一档股票 OK好 这是AESKY 今天呢表现得非常好 今天呢也是大涨的 接下来呢要来看到下一档子是富邦金 老师被攻金融股 今天金融股好像稍微休息一下下了 因为假如说 你假如说这个金融股来讲 我想说富邦金是金融股里面赚最多了 你看他前十一个月就赚12.21 估计至少赚13块 13块70几块的本益比很低 本益比低的话你看 而且他有一个特色在这边打底打很久 第一个你现在买股一定要考虑到安全 这就属于二低一高的 低本益比 低净价市价净值比 然后这个获利能力还有办法再提升的 这是符合短线的 今天拉回反而是好啊 你今天股票去买涨多的反而是不好 反而是拉回来你来买 或许可以抢一点的红包 没有问题 好 这是富邦金的部分 最后一支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游戏股的Oh My God 老师对于这一支游戏股呢 认识颇深喔 而且即将有段级 老师上次来讲我有记得 这个游戏股当然很多人 把它列入的NFT的商品 这个所谓的这个 最主要它有两支股票 就是历界科技跟欧富宝 这两支股票要上贵上市 第三方计 对 上新贵 那这其实这些股票在新贵价值都很高 我们估计它这个价值都有 两个加起来都有达到300块 就是贡献母公司 大概可以这个价位 合理的价位在300到400 是 贡献度 我们是想贡献度 所以它这个股价挡到了200以下 在那边顿很久 那顿很久 一波涨上来顿很久 它高知识的整理 整理完应该还有另外一波 会涨开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买的股票 这几天都没有涨 没有涨 反而它有补涨的空间 我们注意这一些东西 所以我今天的观点是说 没有涨 反而是有机会 涨多的你要小心 好 没问题 老师 最后呢 帮我们统整一下这八支的个股 分别是联发科 中美金 台亚 富顶 还有国硕 ASKY 富邦金 跟Oh my god 这些呢 都是在过年之前呢 可以让大家来抢红包行情 年终自己赚呢 老师有没有特别提醒什么的 事实上就是大家止股不要太多太杂 这个是提出来给大家分享 OK 不要太多太杂 就是说因为有长假在那边 我们是用短线的观念来做这些股票 好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也非常的感谢黄世民分析师 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全国的同事朋友 大家的观赏 好 接下来看到QA的部分呢 首先呢现在看到第一题呢 是开发金破前高17.5元 现在拉回整理 还有机会可以再往上吗 老师你怎么看开发金的部分 开发金可以说今年涨最多的一堂股票 供到17块多 在上个礼拜突破新高到17块600 为什么他这么夯啊 他基本上他把这个中售收购 中售然后他的凯基证件 这整个结构来讲 在这个孤少的这个整顿之下 可以说脱颖而出 可以说这种股票就是说 他这个基本面已经开始赚好了 也开始赚钱 这种股票就是一个欢声的机会了 今年去年到今年都是他有机会表现 OK 所以这种股票就是还是有机会的 好 另外呢下一题要来看到的是 请问一月份呢 长荣会是长荣货柜先涨 还是长荣行先涨呢 老师哪一个 我们来看到下面呢 这个是货柜长荣 我们看到货柜跟长荣行今天都拉回嘛 今天要下跌 那基本上我们看到长荣 基本上它还是一个盘整格局 还 虽然今天小跌破了所谓的无日线 那基本上它是比较长线的观念去做这张股票 本地比都是偏低啦 嗯 长线是OK的啦 短线它不见得会涨 因为有时候外资跟你卖出来 你没有办法 那长荣行是比较有短线 它涨一波以后再创新高再拉回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是长荣行的部分 对 不排除还有一波上去 所以它今天跌升 反而是会先缓弹 但是它是不是能够突破30 我们要注意 他说没有突破30的话 我们还是先退出比较好 30是一个重要的观察 对 重要的观察 好 最后一题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光阳科 光阳科的前压力套牢量不少 股价都会留下上影线 老师怎么看能够追吗 光阳科最近争议很多 你只要买光阳科也是很欧 因为上个礼拜台积电的设备厂都大涨 那光阳科的问题在哪边 问题就是他董事长闹双包 那董事长闹双包的话 这个是头痛 因为他们两个都很想 召开临时股东会 可是在主管单位认为说 你就照正常程序来 就是说你在今年的 它变成要延到今年的股东会 大概在6月30号 才能召开股东会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变成有delay的效应 对 当然很多这个同业的厂商 包括台积电等 都支持现任的 因为前任的就是 以前发生过事情 对 那个光阳科 我想买光阳科一定很欧 那可能要等时间了 它基本面也是不差 它做的这个靶金也是 靶金的合理和靶金 也是相当不错 基本面是ok的 没有问题 问题就是里面的内斗 还有筹码面出现了一点问题 所以要等时间 好 这一档是需要等时间来 才会有表现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光阳科本来今天要改选董事 但是商业法院 禁止召开相关的董事会 所以呢 要到6月27号的股东会 才有可能会见真章 有光阳科的朋友 来做参考咯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也非常谢谢黄世民分析师 如果你喜欢老师的话 在我们荧幕上面有 黄世民分析师的Liat 跟Terragram 老师有纵横骨海 几十年的经验了 而且他喜欢当大家的好朋友 有任何投资的问题 都可以加入老师的Liat 跟Terragram 跟老师有更多的交流跟互动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赶快加入咯 如果你喜欢股市热炒店的话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半 我们都在YouTube的首播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 请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下方的留言全部都是开放的 有任何的问题 都非常欢迎请教 我们节目的分析师 非常的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全国的投资朋友 大家的观赏 谢谢台湖彪哥 谢谢拜拜 中文字幕 杨茜茜茜 好